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tina Ho 今天就來到銅鑼灣 平時我們去銅鑼灣都是逛街看電影吃飯 平時我們出街都會用Google 我們今天就去到傳說中的 Google Hong Kong Office 一起玩 Let's go 原本今天是來做一個pre-meeting 準備You're living your passions的一個series 但他們很好地為我準備了一個office tour 所以我也很興奮 因為沒去過他們的office 我們來到Google Hong Kong Office的樓下 我們準備上去了 我聽說他們的office是有得吃兼有得玩 不是只有桌桌等等 而且樓高有三層 應該夠我們玩一天 裡面也有不同的設備 我們今天就去看看 因為我都沒去過 這個就是我來到Google的證明 原來他們準備了透明口罩給我 讓我重新完美進場 我們終於進來了 Hello 歡迎自己一個人 再次見面 對 多謝來到你 我們不如先拍照吧 好啊 我們常常的來賓都會先在這裡拍攝 打了拍攝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美得 好像2023年的Spring and Summer New Collections 可以拍攝 忘記帶手袋就來這裡拿一個 然後下班就拍攝 麻煩你 好了 我們不多說 馬上出發 一走到進來走廊 就看到很多香港的舊照片 嘩 還有紅綠燈 我出來了 我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他們這裡的地方 都會用香港不同的地方來命名 好可愛啊 你快點看看 起貼街 深水埗都有啊 其實這個應該很遠 不過現在就變得很近 又滾走到九就行了 又滾走到九就行了 然後我們就先去19樓 啊 是不是要拍一下 是不是要拍一下 這個是誰 嘩 你看看 這個又有型又美女的是誰 沒有試過看到自己的照片這麼開心 哈哈哈哈 又有我們很可愛的顏色 終於今天穿白色 希望可以襯襯他們的顏色出來 嘩 一進來真的別有洞天啊 有cafe 又有桌球桌 還有一些休息的地方 讓員工可以在工作期間休息一下 真的是work-life balance的好地方啊 我們今天就來試這個special的咖啡 他說喝了不會變黑色牙齒的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一些香港特色的電影 有熱問 一定會功夫 有少林足球 那看到這個字要說什麼 說什麼話 我感覺到大師兄回來 哈哈 他們跟我說 這裡有一個秘密的空間 嗯 但是怎麼打開呢 這裡 怎麼打開呢 Money My Home 2 hours later 先打開一下 嗯 2 weeks later 咦 欸 成功嗎 我都說Money My Home 可能會有幾個 嘩 原來這裡有個秘密小gym room 果然感覺不錯 是嗎 OK 哈哈 是走不到前面的 但我可以在地上 這樣 哈哈哈哈 示範搞笑的 就是喝不到的 哈哈 我示範怎樣喝不到 嗯 嗯 嗯 是好喝的 嗯 還讓我發現到一些打卡位 讓我馬上拍幾張相片 這裡是詠春房 原來他們都有做特製的 不只是剛才那個圖片 裡面還有不同的 詠春房 這個好啊 這個好啊 它是 這樣 像切菜一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除了有水果 只要你 揭開一下櫃桶 你就發現寶物了 是啊 這裡有很多東西 難怪有人說 Google office 是有得吃有得玩 有得玩 很多啊 還有有些是小時候會很喜歡吃的 BB 接著我們就出發去21樓 今天是越南 對 今天是越南 對 即是每天都不同 每天都不同 嘩 我就想起以前做訓練 有個很好的師傅 會每天都做不同的東西 而且他都真的是越南人 他會做些越南粉給我們 像這個一樣 你看 多有緣粉 我們根本是吃越南 耶 最厲害最厲害最厲害 重要的東西要說三次 他們有這個地方 幸好飛機上面 都真的有我們這個水面區 比拼一下 否則真的比一下 哈哈 連鑽床 都是有Google的名字 還好 還好 拜拜 吃完麵去黑一會 這個 這個真的太吸引了 自己自助沖奶茶 嘩 香港情懷的奶茶 首先我們會放一個碟 有專家提示 我不可以直接摺出來 哈哈 哈哈哈哈 哇 極濃的茶 然後 當然奶茶要加奶 都說 茶酒都可以 喔 茶酒都可以 我的客人是說已經可以了 那我倒滿一點給他 啊 真的是加電瓦 加奶 Oh my god 不要緊的 每天都比我更少 那就是 加這個 我會讀 煉奶 對啊 今天教大家 什麼茶 茶酒 是要加煉奶 要加煉奶 那我當然是說好喝 哈哈哈哈 記得茶酒是加這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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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現在就跳去25樓啦 咦 原來玩一下玩一下都已經到了Lunch Time 啦 我都怕拍攝Canteen會拍到害羞的同事們 不過原來他們餐廳很好 每一樣送 他們都會寫下他的營養價值 希望員工能夠注意多些均衡飲食 這裡跟剛才吃飯的地方一樣 一樣有一個神秘的地方 讓我帶大家看看 這裡是不是隔壹麵 那我們有時候 雖然有夢想的追求 但我們都要照顧自己的健康 所以因為只有健康 我們才可以繼續愛我們的家人 也會繼續追尋路上 以前我都會有經歷 覺得很努力很努力 然後就給予自己的健康 發現原來我沒有健康 是不會做其他事情的 所以這裡給了很多inspiration 剛才我留意到一件事 在Google這裡 每一個人都帶著笑臉 我都覺得他們一定是很喜歡他們工作的地方 我也覺得這個很值得我去參考 就是如果一份工作是你很喜歡做的 有 passion 在裡面 都不會覺得很辛苦 都會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每天都會帶著很多的 energy 來到這裡去認識其他人 去創造更多美好的事 除了我們所說的 有得玩有得吃之外 其實看到背後 他是很照顧他們的員工 希望他們擁有一個很舒適的環境 去全力以赴 去做他們的創作 做他們喜歡的工作 都令我聯想自己當初走的一條路 輾轉由設計師 去到做空中服務員 再做到飛機師 其實中間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全部都是因為一份 passion 亦都因為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全力以赴 就好像這裡一樣 我每一次回到我的駕駛艙裡 其實我都會無管動 都會有那份感動 特別是take off landing的時候 其實我每一次的心眼 是步步步地跳 我覺得這份感動真的要好好珍惜 因為它就是你 推動你繼續努力的原動力 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 都重拾以前畫畫的興趣 創造了這個series 叫做天空教會我的事 也都慢慢慢慢畫畫畫 原來已經四十多集了 然後也出現了Christina Mell的角色 也出現了她的朋友 好像這些 看到Christina Mell 都很努力地追尋她的夢想 在她的故事裡面 希望這個角色和這個series 都可以帶給其他人的力量 成為她們的同行者 今天我沒有帶到Mell過來 所以我就打算畫一隻 讓她可以坐在這間 這麼舒服的房間裡面 跟我們一起 我們今天Google的旅程 快來到這裡就要結束了 那我就把這個獎狀 頒給Betty姐姐 今天也有 謝謝你 上來吧 很漂亮 對 這個就是你的獎狀 很久都沒有收過獎狀 真的 叫你親笑話 對 剛剛帶了一名來 我也很喜歡原貌 謝謝你 跟這個圈圈是一樣的 噔噔 很感謝Google今天讓我來這裡玩 然後開心的旅程 過得實在太快了 不過不要緊 I will be back 因為我很快就會回來了 不過走之前 還是打包這兩個人 先走 Hello 我們終於來到9月15號 看看這個是哪個 哈哈 今天就是ToxicGoogle的大日子 很喜歡今次的主題 Living your passion 其實夢想沒有分大或者小 日子苦與樂 是人生旅程必有的滋味 只要你找到你喜歡做的事 這一份感動 足以為你每日這樣加滿油 越做越起勁 越做越開心 幾難行 都會有力行 我在ToxicGoogle Full Version的影片 在Description Link就會有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做完分享之後 竟然讓我參加到 一年一度的Fluffy Moon Douglas派對 慶祝中秋節 Live at Google's 真的很棒 而Google Hong Kong Office 近期就成為了寵物友善工作間 可以帶自己心外的毛鞋一起上班 上班的時候都開心點 對吧 更加重要 是讓我看到Google對員工的信任 還有關注員工的mental health 你看一下 Googlers和Douglas 都一樣用光換法 和精神爽利 登登登登 旁邊這位就是Ada 是今天TalksicGoogle的主持人 真的很感謝她 如果不是她 今天TalksicGoogle 都不會輕鬆愉快完成 她還說要帶我去看其他Google的地方 聽風雲 不能在這間房屋說話 我今天聽完 你看 她沒有口 這次去Google的旅程 就真的要告一段落了 再次感謝Google的邀請 和你們的收看 希望大家旅途愉快 祝你 Living your passion 快點 逢這個 簡訊 你 應用 沒有 的